Hello,大家好,我是吴老师,那从今天开始我们要一起学习HSK四集啊,HSK四集,今天我们学习第一课的第一部分,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课,简单的爱情,简单的爱情。 我们先看一下生词,跟老师一起读,跟老师一起读,法律,法律,俩,俩,印象,印象,生,生,熟悉,熟悉,不紧,不紧, 性格,性格,啊,同学们读一读,有没有不认识的生词,有没有不会读的,请同学们读一读啊。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个生词,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是什么,我们学过的,他做什么工作,他做什么工作,对了,他是律师啊,他是律师, 嗯,有没有同学的爸爸妈妈是律师,告诉老师,嗯,律师啊,你以后想当律师吗? 以后你想当律师吗?律师啊,律师。 那如果想当律师,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先学法律,如果你想当律师,你要先学法律啊,法律,法律会告诉我们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不可以做,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不可以做。 如果你要杀人,如果你要杀人,那你就去警察会抓你,对不对,警察会抓你,法律会告诉我们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不可以做,你要当律师,那你要先学法律,法律。 有没有同学的专业是法律呢?有没有同学现在在学法律呢?法律有没有问题? 嗯,好,那我们看一下第二个词,俩,俩,俩的意思就是两个的意思,两个啊,他们的意思是一样,俩就是两个的意思, 他们俩是好朋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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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了俩苹果,俩苹果,我吃了俩苹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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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 你们两个认识吗 你们两个认识吗 那同学们 我们可不可以说 你们两个认识吗 你们两个认识吗 两个这样说 不可以啊 因为两就是两个的意思 如果你说 你们两个认识吗 你们两个个认识吗 不可以啊 同学们 不能说两个 只能说两 他们两 我们两 你们两 下一个词 印象 同学们 你还记得 你小学的老师 是什么样子吗 现在你二十岁了 现在你二十岁了 你还记得你小学老师的样子吗 还记得 记得 那你就是对你的小学老师有印象啊 有印象 过了很久 过了很久 你还记得他 是什么样子 那你对他有印象啊 有印象 对谁有印象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上个星期 上个星期 马克 马克和 马尼 他们第一次见面 第一次见面 那马克觉得 马尼人 很好 我们可以怎么说 马克对 马尼的 印象 很好 马克对 马尼的 印象 很好 那同学们 你们 你们 对 吴老师的 印象 怎么样 你们跟老师 学习 你们对 老师的 印象 怎么样 今天是我们 第一次 见面 对吧 今天是我们 第一次 见面 那你们 对老师的 印象 怎么样 我们可以说 印象 不错 也可以说 印象 不好 你给我的 印象 很好 我对他的 印象 不好 印象 印象 好 下一个词 深 深 深有很多 种意思 首先我们看 第一个 第一个 不要去 那游泳 水太深了 水太深了 是什么意思 那我们看一下 画一个图 水 那如果水 在这里 水在这里 那我们可以说 水太深了 水太深了 如果你的人 如果你的人 在这里 那很危险 那你这里的水 太深了 对不对 那如果 你的脚 这样是什么 浅 浅 这里的水 这里的水 不深 浅 对吧 浅 OK 深和浅 深和浅 水太深了 那同学们 不能去 水很深的地方 游泳 啊 很危险 太深了 太深了 往下 往下很多 太深了 那第二个 深 他喜欢深颜色的衣服 深颜色的衣服 老师这件衣服是绿色的啊 但是不是深绿色啊 是浅绿色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种颜色啊 是很深的绿色 对不对 那这个颜色是很浅的绿色 这个是深绿色啊 深绿色 这个是浅绿色 浅绿色 深浅 深浅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 这个是 黄色 对不对 那同学们 哪边是深黄色 哪边是深黄色 左边是深黄色 对不对 深黄色 右边是浅黄色 浅黄色 那老师今天穿的是浅绿色的衣服 浅绿色的衣服 同学们 你们喜欢深颜色的衣服 还是浅颜色的衣服呢 那深还可以是 给谁的印象很深 给谁的印象很深 如果你下课以后 还记得老师说什么 还记得老师的样子 那你对老师的印象很深 今天下课以后 你记得老师讲什么 你记得老师是什么样子 那你对老师的印象很深 如果下课以后 你忘了老师是什么样子 你忘了老师讲什么 那你对老师的印象不深 你对老师的印象不深 那你还可以说什么 我对他的感情很深 对他的感情很深 那深我们可以说 很深 比较深 非常深 我对他的感情非常深 非常深 好 老师们深的意思明白了吗 水深 深颜色 对谁的印象很深 老师希望下课以后 你们对老师的印象很深 很深 都记得吴老师啊 吴老师 好 下一个熟悉 熟悉是什么意思 你从小在你的家生活 那对那个地方很熟悉 对吧 你从小在你家生活 那你知道哪里有超市 哪有饭店 哪有图书馆 是吧 那如果你来中国 你来中国 那你不知道哪里有饭店 哪里有商店 哪里有图书馆 哪里有运动场 那你来中国以后 你会不熟悉 不熟悉 很熟悉啊 非常熟悉 特别熟悉 那老师对中国很熟悉啊 对中国很熟悉 老师知道 哪里的风景美 哪里的吃的好吃 但是你们不知道 但是老师对你们的家 不熟悉啊 不熟悉 对你的国家不熟悉 不熟悉 我们可以说什么 陌生啊 陌生 陌生 老师 老师 老师对你们的国家很陌生 很陌生 不知道 不知道 陌生 我们还说陌生人 陌生人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没有不认识的人 陌生人 陌生人 那 在上课以前 我们是陌生人 老师和你们是陌生人 对吗 现在我们已经熟悉了 现在我们已经熟悉了 我们是熟人啊 我们是熟人 不是陌生人了 好吗 我们从陌生人变成了熟人 我们从陌生人变成了熟人 熟悉 熟悉 好下一个性格 性格 嗯 他很有意思 很活泼 对人也很好 我们都很喜欢他 那我们为什么喜欢他呢 他的性格很好 很好 嗯 他很活泼 对人也很好 那 你打他 你骂他 那他也不骂你 那他的性格也很好啊 也很好 性格 同学们 你们的性格好不好呢 啊 是不是遇到一点事就生气呢 那性格不好啊 性格古怪 性格古怪就是很奇怪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就生气了 你也没有骂他 你也没有打他 但是他生气了 那他的性格很古怪啊 性格古怪 性格古怪 那性格的意思和脾气 差不多啊 脾气 脾气也很古怪 脾气不好 那我们要做一个性格好 那我们要做一个性格好的人啊 好 下一个 不仅 不仅一般要和野孩 而且在一起啊 不仅野孩 比如说 我喜欢踢足球 第一 我喜欢踢足球 也喜欢游泳 我第二喜欢游泳 我第一喜欢踢足球 第二喜欢游泳 那 我可以说 我不仅喜欢踢足球 也喜欢游泳 都是我 我第一喜欢踢足球 第二喜欢游泳 我不仅喜欢踢足球 也喜欢游泳 那 山田啊 第一 喜欢做饭 第二 喜欢运动 那山田 不仅喜欢做饭 还喜欢运动 还喜欢运动 好 我们看啊 把主语subject 放在前面 加不仅 加野孩 而且 再加别的 比如说 老师啊 老师 喜欢吃苹果 啊 老师第一 喜欢吃苹果 第二 喜欢吃芒果 第二 喜欢吃芒果 那我们用这个 怎么说 老师啊 第一 喜欢吃苹果 第二 喜欢吃芒果 嗯 对了 老师不仅喜欢吃苹果 而且喜欢吃芒果 是吧 老师不仅喜欢吃苹果 而且喜欢吃芒果 嗯 OK 那小明 小明喜欢打篮球 第一 小明喜欢打篮球 第二 小明喜欢踢足球 用不仅 而且 而且怎么说 嗯 对 小明不仅喜欢踢足球 而且喜欢打篮球 OK 都是一个人啊 一个人 一个人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现在 我喜欢踢足球 我喜欢踢足球 山本也喜欢踢足球 两个人 对不对 我喜欢 山本也喜欢 他们都喜欢做什么 一件事啊 踢足球 踢足球 那我们要怎么说 我们要 不仅 我喜欢踢足球 山本也喜欢踢足球 山本也喜欢踢足球 这里是两个人 喜欢一件事啊 两个人喜欢一件事 那老师喜欢吃苹果 小明喜欢吃苹果 老师喜欢吃苹果 小明喜欢吃苹果 两个人都喜欢吃苹果 那怎么说 我们要先说 不仅老师喜欢吃苹果 小明也喜欢吃苹果 是吗 不仅老师喜欢吃苹果 小明也喜欢吃苹果 好 现在 山田喜欢做饭 马克喜欢做饭 山田和马克 山田 马克 两个人 他们都喜欢做饭 那我们要把 不仅在前面啊 不仅山田喜欢做饭 马克也喜欢做饭 好 两个人喜欢一个事情 把不仅放在前面啊 把不仅放在前面啊 不仅啊 加第一个subject 然后加其他的subject 二再加野 不仅老师喜欢吃苹果 小明也喜欢吃苹果 OK 如果一个人喜欢两个事 一个人喜欢两个事啊 一个人喜欢两个事 要把人在前面 然后用不仅 而且 我不仅喜欢踢足球 也喜欢游泳 山田不仅喜欢做饭 还喜欢运动 他同学们记住了吗 一个人喜欢两件事 主语加不仅 加野 还 而且 两个人喜欢一个事情 不仅在前面 不仅加主语一 加主语二 加野 同学们 老师给大家两分钟 两分钟 再记一下 思考一下 OK 同学们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我们用不仅 也 还 而且 来试一下 完成句子 完成句子 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朋友呢 那他又为什么有这么多朋友 同学们 你们可以把答案放在评论里告诉老师 你可以写答案在评论里面告诉老师 那我们可以说他喜欢 他有这么多朋友 为什么 他性格好 对不对 他性格好 他脾气好 可不可以说他长得帅 他长得帅 那我们就怎么说呢 他性格好 他长得帅 他不仅性格好 而且长得帅 那老师的答案 他不仅性格好 而且非常喜欢帮助别人 非常喜欢帮助别人 他一个人 第一 第二 性格好 喜欢帮助别人 他第一 他第一性格好 第二 喜欢帮助别人 所以他有很多的朋友 我真不理解 他为什么这么做 那不仅你不理解 你不理解 我也不理解 第一个人不理解 第二个人也不理解 所以要把不仅在前面 不仅你不理解 我也不理解 他为什么这么做 为什么不来中国留学 好 不仅而且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个句子哪一个对呢 他们俩认识早就了 他们俩早就认识了 A对还是B对 对 他们俩早就认识了 他们俩早就认识了 就放在认识的前面 我对那个城市印象很深 那个城市对我印象很深 哪个对呢 对了啊 我对那个城市的印象很深 是那个城市在你的脑子里啊 不是你在那个城市的脑子里 我对那个城市的印象很深 同学们对老师的印象很深 同学们对老师的印象很深 好 第三 不仅李老师喜欢看电影 也喜欢听音乐 不仅喜欢看电影 也喜欢听音乐 好 看电影一件事 听音乐第二件事 那是怎么样 一个人对不对 一个人 那我们要把人放在前面 所以选什么 B啊 李老师不仅喜欢看电影 也喜欢听音乐 一个人喜欢两件事啊 一个人喜欢两件事 好 第四 他不仅喜欢打篮球 还喜欢游泳 不仅他喜欢打篮球 还喜欢游泳 打篮球游泳 两件事 他选A对不对 一个人喜欢两件事 他不仅喜欢打篮球 还喜欢游泳 第五 做中国菜 做中国菜 我 我的朋友 两个人一件事 两个人一件事 那用什么 要把不仅在前面 对不对 要把不仅在前面 不仅我会做中国菜 我的朋友也会做中国菜 好 同学们 一百分了吗 都对了吗 有没有不明白的 那我们继续学习啊 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词是什么 印象啊 对了啊 印象 印象是什么 impression啊 第二个是什么 性格 性格 对不对 第二个是 性格啊 性格啊 character 性格很好 性格不好 性格和脾气的意思差不多 好 第三个是什么 法律啊 法律 那你要成为律师 要先学法律 法律告诉我们 什么可以做 什么是不可以做 再一个是什么 熟悉啊 熟悉 熟悉 你对你生活的地方 很熟悉啊 很熟悉 那对中国不熟悉 不熟悉 陌生啊 对中国不熟悉 那是对中国 陌生 最后一个不紧啊 刚刚学完的 好的 我们学吗 这是我们这节课的生词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课文啊 课文啊 课文 现在 听老师先读一遍 好吗 听老师先读一遍 孙悦和王静 聊王静的男朋友 听说你男朋友 他一个人踢进两个球 我对他印象很深 后来就慢慢熟悉了 你为什么喜欢他 他不仅足球踢得好 性格也不错 同学们 请你们读一读课文 请你们读一读课文 然后你解一下课文 好不好 你解一下课文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你竟是王静的男朋友 对吗 你竟是王 你竟是王静的男朋友 对不对 诶对了 听说 我听别人说 你的男朋友 你的男朋友是谁 王静的男朋友 是吧 王静的男朋友 是李静 李静跟王静 是一个学校的 是不是 所以李静 是王静的男朋友 对了 对了 好 听说 听说 听别人说的 听别人说的 那第二个问题 王静学的是法律 他和李静 一个班 王静学的是法律 王静学的是法律 对不对 王静说 我学的是法律 对的 但是 他和李静 一个班 对不对 不对啊 王静和李静 不是一个班 他们不是一个班 的啊 王静学的是法律 他和李静 不是一个班 的 李静学的是什么 李静学的是新闻 对不对 李静学的是新闻 好 第三 王静和李静 是在一次篮球比赛上认识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是什么什么的 是在篮球比赛认识的 我们来看一下 是什么什么的 他们是在篮球比赛认识的 我们看一下啊 孙悦问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是在一次足球比赛中认识的 那他们对不对 不对啊 他是在足球比赛中认识的啊 好 因为 因为 所以啊 因为李静一个人进了两个球 所以王静对他的印象很深 是不是 嗯 哎 他一个人踢进两个球 我 王静对他的印象很深 是不是 所以是对的啊 对他印象很深 记得很清楚 那么多人 那么多人踢足球啊 王静都没有记住 但是记住了李静 因为李静一个人踢进了两个球啊 踢进了两个球 别人都忘了 不知道长什么样子 但是李静记住了啊 王静记住了李静啊 因为李静一个人踢进了两个球 好 最后 王静喜欢李静的性格 对不对呢 王静喜欢李静的性格 对不对 嗯 孙悦问 你为什么喜欢他 嗯 他怎么样 第一足球踢得好 第二性格也不错 所以啊 李静的性格很好 王静喜欢 李静的性格 我们再看一遍啊 啊 听说你男朋友李静跟你是一个学校的 是你同学吗 嗯 对了 是的 啊 王静和李静是同学 但是李静学的是新闻 王静学的是法律 王静和李静不是一个班的 那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呢 王静和李静是怎么认识的 他们是在一次足球比赛中认识的 是什么什么的 啊 你是怎么来中国的 我是坐飞机来的 你是几点起床的 我是七点起床的 那他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他们俩是在一次足球比赛中认识的 嗯 那他我们班跟他们班比赛啊 我李静一个人踢进两个球 王静对李静的印象很深 然后慢慢就熟悉了 从陌生人到熟人 那王静为什么喜欢李静 嗯 李静不仅足球踢的好 性格也不错啊 性格也不错 好的同学们 我们来看一下 王静和李静学的是什么专业 嗯 王静学的是什么 法律对不对 李静学的是新闻 那同学们 你学的是什么专业呢 那王静和李静是怎么认识的 他们是在一次足球比赛中认识的 好 为什么王静对李静的印象很深 啊 李静不仅足球踢的好 性格也不错 好的同学们 这是我们HSK四级第一课的第一部分 声词和课文 同学们还有没有问题 如果你有不明白的地方 有不明白的地方 你可以在评论里告诉老师 在评论里告诉老师 如果你喜欢老师的视频 欢迎你为老师点赞 评论 转发和关注 谢谢大家 爱你们 我们下节课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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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